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北京冬奥的奖牌数目 目前最新的情况是由欧洲国家占据防守 美国居次领先主办国中国 那么从比例上来看 亚裔选手在这一次北京冬奥会上 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不过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气氛之下 美籍华裔选手们的表现和言论 受到了各界严格的检视 像是在美国受训 却代表中国出载的中美混血滑雪女将 古艾琳 在赢得金牌之后 却因为国籍问题引发争议 而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男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 陈威 Nathan Chen 在短曲项目完美演出 打破世界纪录 却被中国网民挖出 他曾经发表同情新疆人权的言论 并且在上一季冬奥会 选用了毛时代的最后舞者 作为他的比赛曲目 而被中国网民贴上了 鲁华的标签 此外 在北京冬奥会上成为话题人物的亚裔选手 还有台湾的竞速滑冰女将黄玉婷 放弃美国籍代表中国出赛 却因表现失误被骂翻的 花样滑冰选手朱毅 以及挑战三连贯失败 却在中国吸引大批粉丝的 日本滑冰王子 雨申结弦 那么海峡论坛 今晚要请两位来宾 从媒体和网络舆论 对这几位选手的不同反应 来分析北京冬奥会的光环背后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些问题 一位是吕德的资深实证评论作家 长平先生 长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叶教授好 观众朋友好 另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 叶耀元教授 叶教授欢迎你 东宁好 长平先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长平先生 我们对比一下古爱玲跟陈薇这两个人 他们同样是华裔美籍的选手 也同样拿到了这个北京冬奥的金牌 但一个是为党争光 另一个却被中国网友贴上了辱华的标签 怎么看两个不同的选择 还有受到了两极化的代语 谢谢你的问题 你说的这种情况 有中国网民总结说 这个规划回来成绩好 叫弃暗投明 规划回来成绩差 叫丢人现眼 规划出去 成绩好叫被主求荣 规划出去 成绩差 叫自食恶果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说的成威的情况 如果你是华人 你没有规划回来 这个你还敢批评中国 那就是辱华了 你批评了中国 竟然还敢成绩好 那就是这个非常辱华了 就为什么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 为美国对镇金牌 或者站在美国人的立场 这个评论中国的事情就是辱华了 这是因为中共灌输了一种 这个基于种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就是只有种族 没有是非 这个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真的相信 以为所有海外华人 都是这个洋装 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不管你国爱宁在哪里受的训练 不管你成为在哪里成长 你身上有华人的血脉 那你就应该把金牌献给中共 那就是理所当然 其实这种观念也闹过许多笑话 比如说这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诺家辉 因为他是华人 但是很多中国人就以为 就以为他一定是这个心象祖国 好像暗藏在这个美国政府的间谍一样 弄了诺家辉不得不多次声明 他是美国人代表美国 价值观和美国利益 这是没有是非的一种表现 没有是非的第二种表现 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也不行 比如说你说我是香港人 我要支持香港抗争 或者我的主权在台湾 我要支持这个台湾独立 或者你说我就是喜欢纯粹的汉族文化 让马克思主义政党滚回西方 那也不行 这个是没有是非 那没有是非 还有一种表现是 本来应该是这个两黑一黄 就是黑眼睛 黑头发黄皮肤 最可亲近 但是其实不然 像古爱玲这样的混血 所以他其实是中美混血 对 真的喜欢混血吗 也不是 如果古爱玲的父亲是一位黑人 哪怕你是黑人总统 你是黑人作家 你是黑人富商 那也不行 在这些人心目中啊 就是白人才是上代人 就是你连白人都要向我们投诚 都要把金牌献给我 可见这个我党有多伟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陈威即便投诚 他对中共的价值也不一定比这个古爱玲大 古爱玲 因为还有中美混血 对 对 就是在没有是非 利益至上 这种原则之下 这个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加上性别消费主义 就是男性凝视 还拜金主义 全部混杂在一起 就正好造就出这样一个 为党争光的古爱玲 这么一个奇怪的流行偶像 这个叶教授 常明天点出了 这个中国网民心态背后 一件很深刻的问题 还有像古爱玲这样的形象 对中国来讲 可能是最吃香的 连中国体育总局 都说这个古爱玲 是为党争光 为实现体育强国梦 做出的贡献 但同时另一边 却挖出这个成为 内森圈 他过去曾经发表过 同情新疆人权的言论 说新疆的情况太可怕了 说中共是撕裂人性 还在上一届冬奥会 居然敢选用 和毛泽东有关的曲目 遭到了网友们的猛烈攻击 你怎么看 中共的这个战狼式外交 好像体现在这一次 在北京东方上 变成了战狼式体育呢 叶教授 是的 这件事情用一个 很简单的二分法来看 简单来说你可以 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你到底是代表 哪一个国家处在 第二个因素是 你到底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对于这些所谓 海外华人的运动员来说 如果你是代表中国出赛 然后又同时间赢得了比赛 当然前提是你的发言 基本上跟共产党是一致的时候 你就会被造成 因为这就有点像是 我们征服了海外 征服了这些 我们这个中国人基因 在国外长大之后 他们愿意回国来 不能说投诚 会组国效力 这个概念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会看到 所以你看国爱玲 就是大幅度的被发扬光大 不可能是在经济之上面 或者是在运动上面 那同时间 陈薇他的身份 就他明明也是一个 华裔的运动员 但是因为他是代表 美国出赛 而且他是 赢得比赛的那一位 当然如果你赢得比赛 然后同时间 你的发言里面 又继续去praise共产党的话 或许某种程度 你大概也不会被严格批判 但是因为他过去的行为 还有他的言论 其实某种程度 就会让中国网民觉得 他要在得罪 他在得罪中国 这个民主 或者得罪中国这个政权 那在这种条件里面 他就很自然的 就被所有人来批判 所以说你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中国的 中共的一个战狼外交 延伸为战狼体育 或者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战狼外交 从来从头到尾 都不只是在外交 就是我们讲 很自视性的外交 他是全方面的 对 他是全方位的战狼 你说战狼是不是经济 战狼也是经济 那你说在网路上面的 互相的责骂 这也是一种战狼的行为 你说在科技上面的一个偷取 这也是战狼行为 你说在经济资源 或者在对于开放中国家 的一些 基本物资的一个涉略 或者是说像是 斯里兰卡的港口 最后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 被割去 像我们用租借 被租借给中国 99年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一个战狼的表现 它都是战狼的表现 所以其实这个战狼 已经是一个精神的指标 它已经会体现在 各个不同的层面上面 这个战狼的背后 也是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向 继续我想请教长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中共政治力 介入北京冬奥这种战狼式体育 那么美国主流 我们一提示称说 在湾区长大的这个谷爱玲 她现在代表中国出赛 是飞越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分歧 她自己好像也跟媒体说 她是不懂政治的 但是她为什么在得奖之后 记者会上很巧妙的 提到了彭帅事件呢 想请教您的分析和看法 谷爱玲和她的母亲 谷爱玲女士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对政治话题是高度敏感 他们或者说他们身后的团队 或者说这个团队和中共的 这样的这种磨合 这样一个结果 是他们显然是非常清楚 中国官方是否需要 他在某个事情上发言 以及应该怎样发言 这个彭帅 彭帅去年11月在微博 这个发文指控 前中国国家副总理张高丽 性侵之后 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数周 随后他明显是被官方安排和操纵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说着完全符合官方意图的话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这个电视认罪的一种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 谷爱玲在夺冠之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他感谢彭帅来看 彭帅很开心 很健康 那这样的话 就像你提到的 他作为一个在美国加州受教育成长的一个女孩 他当然知道什么叫me too 什么叫性骚扰 什么叫这个专制政权 什么叫女权主义 什么叫法律 不过他也显然知道 在中国所有这一切 只要临到一句话 什么都不是 包括他说VPN 说这种主义等等 都是这样 我也想 这个特别想要指出 这个正如叶教授刚才 讲得非常好 就是这个战狼外交 它是一个全面的 就是像 国外宁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叫学成文武艺 获与帝王家 这样一种行为 西方人一直在做 比如说苹果和中国的合作 好莱坞和中国的合作 还有美国科学家 和中共政权的合作 都是这样一种性质 都是用西方的东西 去讨好这个中共 去和中共互相利用 所以这个谷爱宁 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他的各种标签 刚好让他把这些事情 具象化 凸显出来 成为被中共包装 成为一个偶像明星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教 叶教授是有关 另一位也是受到 很大关注的 这个东奥的选手 因为相较于这个 Nason Chen 他被小粉红们出征 挑战三连贯的 日本华兵王子 宇森结贤 却在中国被戏粉无数 而且获得的是 一面倒的支持 那么虽然这次 因为我们知道 他很喜欢小熊维尼 维尼在中国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这次在北京 没有像上一届的 这个平昌中 有出现很多粉丝 像他撒这个 小熊维尼的震撼画面 但是常外有很多 这个女粉丝 抱着小熊维尼 这个少女向他加油 没有被公安给赶走 跟抢走那个小熊维尼 那为什么宇森在中国 会这样的大受欢迎 两位华兵王子的 际遇有两极化的不同 有没有背后 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的影子 请教您 是的 其实这一次 美国当然有外交抵制 北京东奥 但其实日本也是有外交抵制 北京东奥 所以日本并没有派出 他们的所谓的外交代表团 尤其是官员 组成的这些代表团 去中国北京 那当然你说 如果因为基本上 美日投谋是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固 甚至是在透过四方会谈的 一个条件之下 美日之间 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个包围王 或者是因为在台湾的议题上面 跟中国一直采取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说美日的 日中的关系 是不是有变好一点 事实上是没有的 他们大概跟美中关系的现状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导致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成为他成为他作为一个华裔 然后代表美国出赛 得到金牌之后 却被中国的网民给奚落 那同时间 日本的华兵王子 与生绝旋 却好像 就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势 而且甚至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小熊 为你是在中国被禁止的一个item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 与生绝权 他在中国受欢迎 可能跟他作为日本人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他不管是他的技巧 他的长相 个人的形象 个人的一个对于华兵这件事的形象 而在中国可能在这 因为他并不是现在才受欢迎 他其实是在他开始出赛的时候 就已经获得广大亚洲群体的一个注目 所以可能是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注目 然后本身与生绝旋 他作为华兵学手 其实他也不怎么讲政治 他算是一个政治没有关系的人物 当然你说小熊为你本身是可以犯政治化的 但是剃掉那个之外的话 其实中国的不管是媒体 或者是官方的言论 他其实找不到什么太多地方去批判他了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一个消费者市场 大家喜欢这个人 大家就继续支持他 有点就像这样 而且对羽生在这个决赛时候挑战四中半 也是被体现是一种被认为是体育精神的展现 很多人都是蛮支持他的 那么长平先生 除了刚刚我们请叶教授 对比了一下陈薇跟羽生之外 你怎么看谷爱玲和另外一位规划选手 注意两个人的对比 因为他们同样都是从美籍转为代表中国出赛 怎么好像夺了金牌就是自己人 那表现失误就应该被凌入吗 而且这个看目前金牌的书目 刚刚前面我们放了一段这个画面 中国还是落后美国的 好像现在中国是希望用金钱去打造一个规划兵团 来提升中国的冰雪运动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反而是激化了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是的 这如我刚才所说 即便是民族主义 其实它也不是真实的 也不是真实的 所以就是利益至上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把所有的人都席卷进来 包括在美国长大的这个谷爱玲 也许这个谷爱玲和朱毅 是应该是这个距离更近的人 应该是心心相惜的 他们俩人都在美国长大 年龄相访都是女性 这个而起来又都在国际问题上 不明不白的代表中国这个参赛 不幸的是就是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足以摔跤了 结果这个一个成为这个超级偶像 一个受到中国网民的嘲笑和辱骂 这个在新浪微博 这个拿下这个主义摔了这个话题之前 他的点击量超过两亿次 很多评论者就直接骂他 什么这个不要脸啊摆烂啊 尴尬让人尴尬丢人下眼 这个谷爱玲是会中文会英文 他显然是清楚 而且他是这其实就是一种网报 就网络霸凌 按说那一个在美国 美国校园是特别重视这个霸凌的 而且同伴受伤了 他应该去扶起他来 他应该去观音他 但是可惜的是这个谷爱玲显然 这个时候也是被可以说是他或者是他的团队 只是他被扭曲了一下 就是他结果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说 这个作为一个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 我想在这里说90%以上的评论 都是积极的和令人整分的 而且还说这是运动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可以说是相当残忍的对主义 这是这个中共通过体育 这个操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种结果 而且他不只是对国外的 对国内的民众 现在对更多的人被这个席卷被异化 那么叶教授谈到这 我们就要想到 其实我们在看奥运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欣赏的是一种体育 和这种运动家精神 但是掺杂了国际关系 掺杂了商业利益和政治 中共的政治力之后呢 就变得很复杂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朱毅被骂翻之外 另外一位卷入舆论公报的是 台湾的这个金塑华兵女将黄玉婷 他因为穿了这个中国队的队服 而且在接受北京日报访问的时候说 他自己好像在主场作战 因为这样的言论被网友给骂翻了 那么自称是没有政治敏感度的黄玉婷 是不是也是一个 所谓中共战狼式体育的一个受害者 那么网友们的心态 是不是也反映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却含仇恨已经凌驾了所谓的奥运精神 跟运动家精神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网友很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或者是什么归什么 政治归政治 也就是这些事情跟政治都没有关系 但就现实来说 什么事情当你真的摆到台面上来说 都跟政治有关系 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黄玉婷选手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其实在商业利益上的考量里面 他是必须要去相对来说 去追求中国的市场 因为台湾其实在冬季奥运 不要讲冬季奥运 就是冬季的这些运动项目里面 本身台湾作为一个乐带岛屿的国家 就不是这么擅长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上面 去做个人的一个开发的话 然后同时间你对于欧美的市场 可能在涉略上面会有语言上的障碍 或者是有技术上的一个能力不足 那相对来说 在中国的市场就变成是 你有可能可以涉略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 黄玉婷他会穿着中国的对付 他会在中国说他是在主场作战 你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故宗奥妙 这里面其实代表着 台湾的网友会用什么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吗 我觉得不是 他是策略性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既然策略性的做这件事情 然后被台湾的网友 或被台湾的民众 采取一个反对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必然的结果啦 因为严格 严格来说 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核 或共军侵略台海理空 这件事情在过去三年里面 完全没有停下来 那这个文攻武核 当然这不是什么三四年 这是可能二三十年 已经一直在执行的一个策略 所以中共对台湾的一个企图性 是非常的明显的 某种程度两个国家 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交流 不是说我们在商业利益上面 没有很强烈的一个紧密的合作 这部分都是存在的 但是当任何一个敌对的国家 对于台湾的领土 对于台湾的一个国家 它是人民 已经有所谓的侵略的意图的时候 这自然而然就会显示着说 台湾人在至少碰到 这样的问题上面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 一个国族主义的一个存在 那当然很多时候啦 其实如果今天我们也看到 很多台湾的艺人去中国 去中国赚钱 去进入中国的市场 你说台湾人就一定会批判他吗 也不见得 很大一个程度主要是看说 这些所谓的去中国的台湾艺人 他们在他们的言行举止 发言上面 是不是有刻意贬低台湾 刻意发扬 所谓的伟大的祖国的概念 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的话 我觉得台湾的某程度 还是可以理解 就是生意归生意 你要赚钱的话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过去 但是当你跨过那条心的时候 其实对于台湾来说 就觉得你何必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民族主义的情绪 仇恨是不是真的凌驾了体育 严格来说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分开来过 这些事情从来都是合在一起的结果 好的感谢叶教授 那么继续我想请教长平先生的事 其实我们看这一届的这个东奥 是在可能是因为在北京举办吧 所以华裔选手当然他的表现 特别说到媒体注目 而且好像表现真的也还蛮不错 很亮眼 像是花样滑冰这个项目 原本过去是由这个白人独占凹头 那么现在各家媒体都说是由华裔 撑起了这个花样滑冰的半边天 那么华裔滑冰选手在表演的时候 会去融入一些中国的元素 也为他们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 从像服装啊选取啊 有这个卧虎藏龙 梁柱的配乐等等 好像这个华裔身份 一方面为他们加分 但是另一方面像我们前面提到 也为他们卷入了这个舆论的风暴 你怎么看华裔身份在北京东奥上的 这个两面刃的作用 身份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那中共现在把这个话题搞得更加复杂 吴安林说了一句话叫 我在中国是中国人 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对 但是其实对在美国的大多数华裔来说 他们的经历可能和他们的感受 可能恰恰相反 就是在中国他们是美国人 在美国他们是中国人 又被当成是华裔 对 对 在美国因为也有针对少数主义的歧视和偏见 甚至有针对亚裔的这个暴力犯罪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真的相信中共的宣传 你说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祖国 但对不起 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回去 除非你带着金牌去进攻 不然你就很有可能是叫千里投毒 这个建策祖国你不在 千里投毒 你最快要被骂 这个像国外宁也包括成为这些华人精英家庭的孩子 他们自身确实也很勤奋努力 他们的成就本来应该是的确有改善海外华人的这个印象和处境的这样一样作用 但是如果走到华人的形象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个或者说对国外宁他自己在美国也表达过他支持的这个多元性别平等啊 支持的少数主义的权利啊 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能多了一些疑问 谢谢教授 因为您在美国刚才长平先生这段我觉得蛮深刻 点出了在美国这个华裔选手们面临的处境 那这次如果我们看美国进军北京东奥的花样黄兵选手 除了刚提到的Minson Chen 陈威 还有这个周之芳 Vincent Joe 还有刘美贤 还有一个陈凯文 Karen Chen 他是台湾 父母是台湾的 这四个人都是华裔 那么陈威夺得金牌之后 他特别在得奖记者会上感谢的是观影山啊 说这个前辈给他启发 这个观影山是香港过去的 因此我们看华裔在北京东奥和美国体育界大放异彩 我们去反思这些在美国教育下的华裔选手 他们现在这个处境 尤其在美中关系恶化之下 还有这个美国本身面临的族裔问题 刚才长平先生知道 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 是 那当然Asian hate这件事情 其实也严格来说不见得是单纯 因为美中关系慢慢的走到骨体而产生的 很大一个程度 尤其是在过去两年 主要是因为Covid-19的一个起源说 还有Covid-19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 还有一般日常生活造成的interruption 而导致了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把他的所谓的一个怒意 转向到所谓的华裔啊 或者是亚裔的群体上面 那当然了 那我们把这些事件先排除在外的话 严格来说 当然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diverse的国家 在南义上面休斯顿的人口也非常多了 所以在像我自己在休斯顿生活的话 休斯顿他本身因为他的一个diversity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其实不大会感觉到群族裔之间会有个很强烈的冲突 但是当我们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不管是白人为主体黑人为主体 或亚洲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 你还是会感受到这个情绪 或整个族群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有比较一点紧张 所以说这样的状况 当然我觉得就是在美国你说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 对于华裔选手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人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 并不会把他单纯把他们当作华裔的选手来看 而且很大一个程度 事实上他们会是把他当作 他是在美国出身的美国人 为美国奪得金牌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去讨论 第一个东西是 我们有一种东西叫种族主义 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国族主义 也就是美国在所谓的运动项目的时候 他是用所谓的 今天你为美国争光 不管你今天是黑人白人亚洲人 甚至是不同族裔的人 你只要是为美国争光的 我们都觉得你很棒 但是如果是我们讨论到resism的话 那个通常是不是以国家国之 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里面产生的一些摩擦 这种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种族主义的一个对立 那也就是说你说对于这些华裔选手来讲 美中关系的恶化 其实某种程度应该是不会导致说美国人对于华裔选手会有一些负面的观感 因为他们是为了美国去比赛 他们只要是代表美国去比赛 我觉得美国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会有问题的案例 就是像古艾琳这种case 因为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他的国籍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却可以代表中国出赛 然后他的训练跟他的成长过程都是在美国 这样的一个条件 会让美国人产生很大的一个疑惑 好的感谢叶教授 其实两位来宾今天谈的这个问题都非常的深刻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长平先生的事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的是北京冬奥聚光灯下的这些华裔的选手 但是我想请您谈一谈 你在文章中也提到过的 就是在北京冬奥期间是刻意被消失在舆论场的一些人物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彭帅 还有和主旋力完全相反的这个巴哈尔姆 这个徐州风县的这个巴哈尔姆 他也在冬奥期间受到了一些关注 你怎么看这些人物之间这个微妙的距离和交集 在全球观众观看北京冬奥运的时候 是向世界国际社会描绘出怎样的一个中国形象的 唐平先生 谢谢您介绍我的文章 我的确是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 特别是叫风县八海母亲的这样一个人 他至今这个都没有确定的名字 在官方的通报中他要么叫杨茂霞 甚至叫小花梅 也有人说他可能叫林 这些天呢 就是这几个女人的故事 包括彭帅 朱一刚才我们提到的 他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 这个八海母亲虽然一再遭到 他的故事一再遭到审查打压 但是因为他的故事太形象的呈现出中国的另一面 所以他一再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这个虽然因为太触目惊心了 国外宁和八海母亲可以说是两极 但是呢 他们始终实际上是在舆论 同时存在的舆论当中 像是平行宇宙 但实际上是又在一个公园里 甚至他们同时出现在许州官方微博的账户里 许州官方微博还邀请他去吃当地特产 所以这更加让我们特别的感慨 那么一教授您又是怎么看 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北京农牙 对习近来来讲是非常重要 是他的很重要的一场大戏 在今年二十大 所以在整个这个晚开幕式 或是在整个赛期间 这个光鲜亮丽的大国形象 刚才长平先生去勾串了其中的一些人物 包括了彭帅 包括了八海母亲 跟古爱玲好像是处在平行宇宙 你怎么看究竟这次北京农牙 好像世界所展出展现出来的这个 真实的中国面貌是什么呢 那请你也跟我们谈一下 贝教授 其实中国在包装自己这件事上面 已经非常的 应该算是 行之有年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就打个比方嘛 像这次的冬季奥运 当所有的外国媒体进到中国的时候 他的手机上面必须要安装一个APP 那这个APP的某种程度 他当然是说是为了追踪你的健康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上面大家也不能讲太多事情 我讲了什么东西大家也会被删掉 所以其实他也是用很大一个程度 在控制这些外国媒体 他在中国看到的东西 他在中国可以报道的东西 那当然中国内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问题 刚刚讲的巴海母亲 我听到好像是许州巴海 我觉得那个台头有点不大一样 但是也有像是 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 08年的北京奥运的时候 事实上还有藏族的一个资粉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 在外的媒体完全被惊慎了 所以你说中国不管是从彭帅 不管是从巴海母亲 或者是从其他不同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角度 去看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 所谓的一个先进 所谓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事实上他的国家内部 不管是在人权或女权 或甚至是在城市对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之下 都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这次的北京东奥 其实最重要做的事情 它就是一个宣传站 它就是在用透过这样举办奥运的方式 来去美化它的一个政体 来去美化它的国家形象 但是这跟08年不一样 08年它一确成功了 因为那个时候08年 北京过去是污染多么的严重 到08年好像是污染寸兵的消失 可是现在其实因为科技的发达 因为资讯的一个传递的速度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大多数的外国人 其实早就能知道 中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态度是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你再去过度包装自己 你再去过度删除这些讯息 甚至是说你用你自己的战狼外交 以及大外宣 其实很长的时候 反而在国外是造成反效果的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先跑到这边 想把最后两分钟留给两位来宾 做既有的补充和总结 先请常平先生 在半个手机之前 奥威尔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大型体育赛事 和民族主义来源相同 那么这句话在今天 仍然有提示作用 所以我们要警惕 这个专制政权对体育的利用 好的 也请叶教授 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是的 我觉得现阶段来讲 华裔或者是中国 甚至是所谓代表哪一个国家出赛 已经变成一个完全被政治操弄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某种程度又更代表了 中国在他的舆论操作 在他的大内宣里面 以及共产党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他完全没有把个人的选择自由 个人他想要在 他如果有这个机会 他要在哪一个国家长大 他要在哪一个国家 为哪一个国家去争取金牌 这件事情其实是 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类 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在中国里面 一切都是所谓的大中国主义 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 所给出来的东西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条件里面 就会发现 中国跟西方之间要对话 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 很平稳的对话的沟通机制 很大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叶耀元教授 还有常明先两位 针对这个北京东欧折射出了 这些深刻的问题 给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合作感 提醒您来宾发表的这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梵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